在人类的航空历史中 出现过许多设计独特的飞行器 其中不发一些因设计非常超前 而类似于科幻电影中的未来飞行器 即便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也能算得上黑科技 Rudonier-231运输机 而最近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局长 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正要与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合作 要开发出一款高速且可垂直起降的运输机 让部队可在交通极为困难的地点 快速进行投放和后送任务 项目名称为高速无跑的科技 也叫冲刺计划 这消息一出 直接打破了之前 大家对冲刺计划的固有看法 因为之前大家都觉得 美军很可能会采取直升机构型的方式 来达成目标 但在采访时 DARPA局长汤普金斯 却并未提及任何直升机构型的相关说法 相反 在公开释出的概念照中 却是两张不同构型 但都是定义机的概念图 加上汤普金斯局长还指出 高速 机动性和垂直起降这三项条件 过往已被很多不同公司 用各种形式实现 但能够兼顾三者的尚未现身 因此不少人推断 DARPA的目标 应该是创造出一款三者兼备 且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新运输机种 不过 目前已经出现 且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飞机 如AV8B 雅克38 雅克141 F35B等飞机 都是战斗机 不符合DARPA局新运输机种的目标 而现在的垂直起降飞机 都需要在机身中央安装大型举升风扇的构造 才能实现垂直起降 这对于要创造出具有足够货舱空间的新运输机种 可谓是困难重重 所以本期视频 大家就和火力军一起来看看 垂直起降飞机和常规起降飞机的差别都差在哪了 以及最符合DARPA期望 有望在它身上收获灵感的V22和DU31 是一款怎样的垂直起降式运输机 垂直常规 这两种起降方式 其实除了飞机本身的设备外 最大的区别在于跑道 垂直起降飞机对跑道的要求相对更低 在战时 即便机场受到敌方打击而损毁 也并不妨碍几方飞机垂直起飞参与到战斗中 而我们常见的垂直起降部署方式 除了陆机部署外 就是部署在大型的两栖攻击舰 或是轻型航母上了 比如美国 他们走的便是部署两栖攻击舰的路子 在作战时 往往为陆战队提供火力支援使用 常见机型就是AV8B和F35B 其中F35B飞机深受欧洲国家和美国盟友的喜爱 也想让自家的两栖攻击舰具有轻型航母的战斗力 或是当作轻型航母的舰载机使用 如日本出云号护卫舰 或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号 均是如此 其实说是垂直起降战机 但一般指的是垂直起降或短距起飞 在这类飞机里 两者相比还是短距起飞的类型更多 如摇式飞机 虽是60年前的老货 但却是世界上第一款实际意义上装备的垂直起降战机 这款飞机参加过福克兰战争 并取得过一定的战果 严格意义上来说属于准三代机 但其最大速度只有不到1100千米每小时 早期的一些型号更是不能发射中巨弹 既没有超音速能力 又对起飞重量和作战半径有着严格限制 其空战能力有失 甚至不如很多常规的二代机 但谁让这款飞机能垂直起降 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海军航母上的缺陷 其优秀的部署能力 即使是当初的美国都乐意掏钱买一批进行自主改装 从技术层面上看 与常规起降飞机不同 摇式飞机使用的是偏转发动机喷管技术 简单点就是利用牛顿第三定律 通过喷气产生的反作用力 硬推着飞机升起来的 不过因为年代比较久远 很多技术不是很成熟 导致这种起降方式会让发动机可靠性变差 大修的周期无限延长 但不可否认 摇式飞机依旧开创了 垂直起降飞机实用化的线盒 雅克141是世界上第一款 具有超音速能力的垂直起降飞机 在很大程度上 改善了摇式飞机机动性差的问题 它所采用的主发动机加生力发动机的设计思路 其根本原理同样属于汉地拔葱 利用反作用力硬推起飞 它以雅克38为基础 以实现截机和对地对海攻击为目标而研发 但因苏联解体和该飞机前后双引擎之间存在气流干扰 最终导致原型机坠毁而停止生产 虽然雅克141没有服役 但是它的设计思路还是影响到了后来的一些机型 应该说是一款很有特点的垂直起降飞机 第三款经典机型是美国的F35B 利用空气动力原理是设计垂直起降飞机的另一个设计思路 F35B的生力风扇技术 利用与空气的相互作用力而产生生力起飞 在苏联解体后 洛马公司获得了雅克141的一些技术资料 借鉴了其部分原理 并使用了罗罗公司的生力风扇技术 最终克服了雅克141前引擎热气流干扰的问题 成为了一款相对可靠且能量产的机型 F35B是五代战机中 唯一可以短距起降垂直起飞的机型 但是其作战半径相对于F35A和F35C 缩水了三分之一左右 大家都说F35是被B型拖累 但是火力军觉得恰恰相反 因为在三个型号里 只有B型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最想要的 因为它们有海外独立远征作战的需求 其两栖攻击舰需要部署一些固定一战机 AV8B和大黄蜂以打击为主 是曾经的主力 而若让F35B全面替换了这些老式飞机 作战效果自然大大提升 整个代次都升级了 通过这三款我们知道 相对于常规起降飞机 垂直起降飞机具有快速部署实用高效的特点 在前沿和攻击舰上 能跟随地面部队部署和攻击 对前方支援回应速度快 使用起来非常灵活 但也相对的 垂直起降飞机综合性能偏弱 其技术复杂 故障率高 最关键的是载弹量和作战半径较差 这也是目前状态下 垂直起降飞机相对于常规起降飞机最大的短板 而说起垂直起降的运输机 大家第一反应应该是V22鱼鹰 但鱼鹰飞机和刚才三款可不太一样 它是轻转悬翼机 属于一种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的混合体 既有直升机的垂直起降和暴停能力 又有类似于固定翼飞机的更快速度和较远的航程 应该说是一款具有轻步兵机动和步骸能力的良好运输工具 这类飞机的技术构想来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 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的米二四 体现了武装直升机强大的作战能力 给了美国很大的震撼 因此美国便提出了需要更大速度和更好性能的直升机 然后才有了V22这么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构型 但这类飞机的灵活性不如武装直升机 因此并没有发展战斗型号 而且这也不符合DARPA想要的新运输机 要想满足高速机动性垂直起降三项能力 以及运输机大容量的特点 DARPA或许可以从DONIER-231身上入手 毕竟这可是世界唯一具有垂直起降喷气式的运输机 不走寻常路的DONIER-231运输机 发展于上世纪50年代末 由德国DONIER航空制造公司设计研发 二战后 当时的西德空军非常担心自家机场 遭受到东方集团部队的空袭 所以便计划发展一种具备短距离起降的飞机 以此来应对突发的战况 德国不同于当时已经走在研发摇式飞机的英国 他们另辟蹊径 选择研发垂直起降的运输机 于是便有了DONIER-231 接下来我们看看DARPA可能借鉴的几个地方 DONIER-231运输机机身采用常规运输机机身结构 主翼为悬臂式全金属上单翼 尾翼采用十字形尾翼布局 在每侧主机翼的下方是一个发动机吊舱 并在两侧翼间还有一个生力发动机吊舱 而尾部的十字形尾翼的升降舵 则安装在垂尾的垂直安定面上 在机身的中后部是一个大型的货舱 货舱和人员通过尾部的跳板式尾舱门进出 而为了安装跳板式尾舱门 DONIER-331运输机的机尾设计的很高 并向上方翘起 和当今主流运输机的设计大致一样 其货舱内部可以容纳36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或是24副单架 基本上能拥有3到5吨的有效载荷 而这样的载荷在当时那个年代 足以在前线作战时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援作用 不过DONIER-331运输机最大起飞重量 仅仅只有60.5吨 作为一款运输机而言 这点实力实在有些微不足的 所以DARPAR要研发的新款应该会大有不同 DONIER-331运输机的大部分重量 其实都分给了发动机自身的重量 其总共配备了10台引擎 当时的设计师为了实现垂直起降能力 给发动机舱内配备了两台飞马式 矢量涡扇发动机 这两台引擎单台能输出69000牛的推力 该引擎并没有如今的飞机引擎一样 直通式尾喷口 直接从后方看引擎吊舱 是看不到尾喷口的 其引擎的气体 是通过发动机吊舱侧面的 四个可偏转喷口 来实现动力输出的 吊舱侧面的四个偏转喷口 可以引导排气朝前30度 和向后80度的方向进行喷出 这样就可以实现提供垂直起降 和起飞之后偏转朝后提供向前的推力 这在当年 哪怕是当今 都能称得上是天才般的设计方案 另外 斗尼尔杜三一作为一款空重49.5吨的运输机 单独靠这两具引擎 肯定无法有效的实现垂直起降 因此 当时的天才设计师们便在机翼一间部分 加装了一具生力发动机吊舱 而这个吊舱内 足足塞入了四具涡轮喷气发动机 这款引擎单台能输出20千牛的推力 两侧一间一共有8台生力引擎 都是按照尾喷口朝下的方式安装 所以才有了世界唯一的喷气式垂直起降运输机 而它的这个生力吊舱的作用 仅仅是为了垂直起降的时候提供生力使用 因此 在垂直起降的时候 生力舱顶部的整流罩会打开 来为内部4具引擎提供运作所需的空气 而现今运输机发动机功率有了极大的提升 所以 DARPA研发的新款运输机的发动机重量 绝不会占据自身的绝大部分重量 其有效载荷可能会等同C130 若是发动机再有突破 有效载荷或许还会超越C130H 在当时那个年代 一架运输机具备10具引擎 并且还具有非常复杂的动力输出方向 因此对于引擎的控制将会是一个技术难题 DARPA研发的新款运输机 必然会借鉴并且一间的8具生力引擎的尾喷口 是可以进行向后或向前15度进行调整的 这些尾喷口的方向调整两侧一间是独立的 因此DARPA研发的新款运输机才可以在垂直起飞之后 通过调整一间的尾喷口方向来实现转向等操作 而且在起飞之后 如果遇到机身货舱内携带大量货物 造成机身前后不平衡怎么办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DARPA研发的新款运输机的机尾还设计有4个喷嘴 其中两个朝上两个朝下 并且喷嘴同样可以向后或向前15度进行调整 其作用就是用于调整飞机垂直起飞之后的机身抚养控制问题 尾部喷嘴的动力来自于腋下吊舱内的飞马发动机 在这样的一套动力系统的共同作用下 就可以解决DAR-3E运输机垂直起飞的稳定性问题 不过在当时这套动力系统也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很难实现同时启动 而各种尾喷口的控制也存在动力分布不均的问题 因此在早期试验的时候会发现飞机晃动特别的明显 这个问题在后续优化升级之后才得到了解决 第二个问题就是一间的8具引擎直接朝地面喷气 大量高速热气流很容易会对地面造成侵蚀 并且还会出现引擎再次吸入排出的废气 造成引擎运转效率低下的问题 当时的设计师最后通过将垂直起降时喷嘴的角度设置为85度 而不是直接垂直地面的90度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都是单发局可以借鉴的地方 其独特的动力系统可以说 是那个年代垂直起降技术探索的尖端技术之一 不过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和军方对于垂直起降的兴趣锐减 该项目最终被下马 最终仅剩下两架原型机被保留了下来 分别存在厂商的博物馆和德意志博物馆中 见证着这款喷气式垂直起降运输机的天马行空的过去 或许它所研发的新机种运输机 会像星河战队里的飞行器一样高效便捷 好了 关于垂直起降运输机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